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弟子慕容秀,侍卫守墓派 洛家子孙为夺回墓王之位 见洛家祠堂另立门户攻墓派 千百年来,两大门派攻守相持 却不想,已则关于破墓令和昆仑宝藏的消息 让整个木派武林开始动荡路安 我们深夜召而成前来 不知所谓何事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利用望川家族的权势 招募那些邪魔歪道进木王城 和各大家族争权夺利也就罢了 现在你竟然还敢让守墓人坚守自盗窃取墓葬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这是在回我墓王城千年清狱呀 儿臣周墓的都是进驻墓王城的武林高手 绝不是为了帮儿臣争权夺利 而天机守墓人坚守自盗 更是与儿臣无关 请父王铭剑哪 你还敢狡辩 年纪梦守无人是我亲自审的 这 这 这一定是杰人故意陷害儿臣 为的就是离间我们父子 你一定要相信儿臣的父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派人盗取破墓令 懂的是昆仑宝藏的念头 你还想干什么 说 没有 父王 儿臣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做昆仑宝藏 你还敢狡辩 要不是公牧派门主洛天成及时阻止 你将我有何连面去见列祖列宗 公牧派洛家 与我们穆王城世代为敌 他们更不可信的父王 公牧王城的开山鼻祖 就是洛家先祖五子宗师 我们慕容先祖亦是洛家弟子 五子宗师以牧派千年大业为重 才传位给我们慕容家族 你这个骑士望主的东西 我今天非杀了你这个弟子不可 父王 这穆王城早晚是儿臣的 你就安心的去吧 皇上准奏 慕容显任第二十三代慕王 皇上准奴 父王 宇宙 甚至 cos 父王 啄酒醉情恨了 有多飘尺情冷 忘断天涯见不倒 秋水长风落飘 见钟心动恨到 有多烧江湖湿 古往今来解不了 修中的剑 指尖的刀 童话的断 尘世中情愿 忘川的水 彼岸的光 不怕阻挡轮回 千年修的演员 沉远的剑 时光的伤 无法克制我的意思 心里也留意你 欠你重的脸 你爱你一世之后 我叫龙满风 是宫木派洛家弟子 十年前 慕容险篡夺木王之位 昆仑宝藏岌岌可危 仙师木鬼子 独闯谷子梦 深陷重围 无奈之下 他反锁木门 连同宝藏钥匙破木令 一起沉封在谷子梦中 如今 我受洛家祖堂之命 保护洛家少主洛石秋 祝他重开麒麟锁 再多破木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来到我 你不有天就進來做過吧 啊 這外面確實有些陰冷 但我看楚夫人並不誠心讓我進去 何以見得 守墓人的門開門為客 閉門為敵 你口中叫我進屋卻關著我 你不敢推門而入啊 是懼怕門上的復古草之毒 你這門綠得太古怪 我確實不敢開 楚夫人是否還記得 十年之後血月之夜 重開麒麟鎖再奪破墓烈 公墓不到破想攻城 公墓人樓滿風受約公墓 這世上找死的人分很多種 公墓人就是其中最奇怪的一種 守墓人又何嘗不是呢 守著死人 等死 我聽人說過 樓滿風十歲能破八數奇莊大墓 十三歲攻入上古皇陵 十六歲連破七座聖人天璣墓 轟動墓派武林 這算不得什麼 要論公墓的成就 先師墓鬼子才是天下敵 墓鬼子確實是奇才高人 連破古子墓七層精巧技官 擊敗墓王城五位頂尖守墓人 可謂千年墓派 獨此一人 只可惜 最後還是沒能把破墓令帶出來 反而搭上了自己的一條性 當年先師飛鴿傳書 古子墓已破 破墓令已出 破墓令從沒有離開過古子墓 怎能說古子墓已破 破墓令已出呢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按墓派的規矩 公墓人只要拿到破墓令 雙方就已立即休戰 不得繼續相攻相殺 你又是什麼人 墓派的規矩 本座怎能不知 墓門是墓鬼子自己關上的 麒麟鎖是他自己所上的 他自尋死路 關我沐王城何事 在下就是郭沐派傳人 駱石丘 楚夫人當年就在县城 若不是你們背信弃毅 妄圖搶取破墓令 師叔怎會出此下策 自動後路 沐王城有命 破墓令不得出墓 否則 滅全家 駐九族 既然話不投機 那多說無用 若想拿到破墓令 就先破我古子墓 沒吃飽 沒吃飽 楚夫人交給我了 你去看牡刀口 可惡 不說 可惡 永遠 快 他越來越了 他不適合 在那裡 他在這雙方的不宜 他會讓我快點 他會讓我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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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了 免得被天下人耻笑 说我欺负娃娃 本座让你们到谷子墓走一趟 生死各犹天命 能不能拿到破墓令 也要看你们的造化来 沐生 难道石窗的机关被把握了吗 反正按照恋目里的方法 启动不了机关 我也不愿意去想 不如直接挖 当幕口 沐生 这地洞估计有上百丈吧 没错 深是深了点 听火眼着地的声音 应该是石地 幸好下面不知水 还是让我先下吧 沐生 满蜂 下面怎么样 还差五根绳 好 那尖利交绳头吧 好 扣了 下来吧 好 我这就下去 不好 下面是水 位置 请 启禀少城主 沐昂城的姑娘们 知道您今晚离城 所以他们放飞圣灯 期许少城主早日凯旋 你又不是姑娘 怎么也拿着圣灯 这盏圣灯是英雪公主送的 沐昂吩咐小人 务必请少城主亲自反对 你替我把她放了吧 是 这 英雪公主 可是当天圣上的掌上明珠啊 父王 儿臣慕容夜 我会让您失望的 传令古子墓总墓室楚夫人 按计而行 为令者死 十年之后 血月之夜 重开麒麟锁 再夺破墓令 公墓不到 破想攻城 都说木鬼子是勾木派的奇才 还高人 可本座看来 不过如是 毒刺软甲 楚夫人 你最好 先允共 疗毒 否则 性命难保 我既然敢来 就有万全之策 生死自有天主 成本 必有因果 成本 必有因果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血月之夜 重开麒麟锁 再夺破墓令 公墓不到 破想攻城 死亡 死亡 云 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无法隔着我的历史 心里为你牵你痛 你恋你爱 你一生之分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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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的形狀 好像是条巨马 可我们在炼墓里也走了几百遍 长老们从来没有说过有巨马 的确跟师父们说的不太一样 不过既来之则杀之 两位少侠 目中之人非生即死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多谢楚夫人的美意 公目之人无惧生死 不就是条小蛇吗 等本少爷杀了他 煮蛇肉当夜宵 嘴硬 那本座就等着给你们收尸了 好 谷子墓守墓总使楚云西参见少城主 起来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请少城主放心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公目派的两个傻小子 相信已经跳进了太极潭陷阱里 好 办得好 先把他们困在里面 等候消息 属下想不通 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杀了他们 需先确保能有麒麟臂去开死我 所以先留着他们的小命 难道这两人中 有人练成了麒麟臂 据我所知 洛石丘已练有八层麒麟 他只要得到毒化血 就可以重开谷子墓门了 那刚应该尽早动手 免除后患 洛石丘的死期 我自有办法 你杀了我吧 结束这一切 想死的人 都是因为活着太痛苦 你错了 痛苦只是表现 绝望 才是内意 有道理 一个绝望的人 可以用死来解脱 但是你死了之后 却会有更多的人 因你而死 你 你说什么 如果你死了 你就不再有任何价值 那么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也都没必要活着 斩草虚除根 是我的原则 你 所以你最好有价值地活着 三天之后 血月之夜 则是我会安排你 毁掉公墓派的麒麟臂 然后这一切 就可以结束了 我凭什么信你 我凭什么信你 你娘以及无情谷的所有人 他们的生死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信不信由你 血月之夜一战 再无公墓人 属下明白 破墓令不但是墓派攻守两方的信义 也是开启昆仑山宝藏的唯一钥匙 朝廷催得紧 父王也着急 墓王城有令 今夜必须打开麒麟锁 拿到破墓令 古子墓上下 定当全力以赴 以死效命 哼 若不是十年前你守墓不利 让孤墓派抢先一步 我们又何必白等这十年 属下知罪 算了 现在回想起当年 墓鬼子砍断独孤剑的麒麟臂 打开古子墓门 并且盗取了破墓令 事事抢先我们一步 还好最后我及时赶到 或是墓鬼子抱着麒麟臂 反锁了墓门 这一切 怕是他们早就有所欲谋 十年之后 血月之夜 重开麒麟锁 再夺破墓令 我已经等不及那一刻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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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王城肯定是把墓道给改了 和墓图根本不一样 都过了十年了 墓图已经不可信了 什么 什么 有参加 不会 什么 好小好小的事 好小的事 真是獨太硬 穿著脖子弱 看脖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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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Ah 啊 啊 喂 你干嘛 你不会针对这蛇肉有什么想法吧 反正暂时找不到出路 不如先记下武藏庙好了 沐王城 肯定是把这里跟湖底打通了 他没有办法 看一定还是这样 米Would 米 milli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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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二爷 古子墓道的消息可靠吗 墓派的人谁不知道 秦大爷的消息 上通官府下通事件 从没错过 说的也是 这回发财了 我大哥说 这消息是从墓王城里传出来的 绝对可靠 听说古子墓里金银珠宝无数 这还不算啥 重点是里面有破墓令 齐二爷 传说古子墓的破墓令 能开昆仑山的宝藏 是真的吗 小子 怎么这么多废话 走 准备了十年的好戏 终于开场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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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墓王城 肯定是把这里跟蝴蝶打通了 但墓道 肯定还是在了 把石鹿丢过去 墓道的水里面 还是在下 小子 好像有两边 咱喝 想把石鹿丁 让他 随后 坐 晃 至于 葭 爹 过来 hes 柳 是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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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是什么? 有 古怪,小心点 管他呢 他该再说 还睡算了 满风 满风 你在哪儿 我在下面 满风 发现什么端倪了吗 还没有 满风 满风 快来看 这是八卦神杀阵 牧手 凭我考虑 前三连 坤六段 队上缺 血下断 满风 满风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车 车 上阳盾跳 你顾过很多齐木 有没有这个凶险 那些 简直就是木头粉 我听说 你从出生起 就待在练墓里 是啊 都是为了破墓令 现在看来 全都白练了 没有移出是对的 临来时 我在长老们面前 以性命担保 绝不让你有事 我也绝不会让你有事 攻破谷子墓 拿到破墓令 我没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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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没想到你 您 沐沙 你有没有觉得这冰关很 你以前没有看过女人吗 这是第一次 这么美的女人 可惜只是一具尸体 本空下古子墓 我陪你风花雪月赏美人去 什么都看不清楚 哪里美啊 不说了 拿着吧 你可别乱来 这绿汪汪的水 看上去很不一般 恐怕有毒 有人来了 秦二爷 找到了 这里果真有一个牙栋 快去看看 莫道 我这个娘 大火快来看 这里有个女人的尸体 还没有腐化 这是什么造法 可惜了可惜了 这么漂亮的妞 要是活得多好啊 我到了这么久的墓 还是头一回看到这种场面 我看这就是个赌门鬼 里面肯定有东西 秦二爷就是见多识广 你一看便知道这是个赌门鬼 管他是什么东西 果然是 砸了 进去拿东西 别冲动 这要是毒水澡了 不砸开怎么进去啊 老刘 老刘 在最下面凿个小洞 先控干水再开关 秦二爷 你就瞧好吧 好 好 好 哈哈哈哈 不要 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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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祸 给我开 炸事了 秦二爷 炸事了 那个女士不见了 炸个屁事 肯定是被毒化 你别哭了 你 你 你别哭了 救 炸事也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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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就是你要找的毒化血质 但不知道他的神功毒化手第几层啊 看他刚刚的身手 只不流血 至少有八层功力 孤子幕守牧师韩千乐 参见总牧师 免了 我来问你 你可见到两个宫墓的小子 刚刚打发了三个发丘派的盗墓贼 其他人没见到 发丘派的盗墓贼 他们怎么会找到木道口 也许是悟成 今晚是血月之夜 重开麒麟锁之日 全木上下要全力戒备 不可大意 请总牧师放心 万无一事 神功集成 好 太好了 我会把逆徒担给你 但现在 你先守好牧师 等我的消息 一切听从总牧师的安排 属下 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誓言前 祖牧师曾答应过属下 一旦神功得逞 便会放了我母亲 若不是我当初屋中毒刺转甲 被他飞了几层毒宫 哪还有你和你娘那个奸人的活路 我不管你当初为何不杀我们母女 但你答应过我 变成毒花手 就不再为难我们母女 楚夫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总不会失言吧 五生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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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叮那个佛心寡义之徒 你娘那个淫妇剑壁 焦不得 把你们 搓骨扬灰 你要敢动我娘一根毫毛 我便立刻自尽在你面前 你给我听好了 你娘那个贱人就在水牢里 你最好老老实实听话了 听你那个无情无义的爹守墓 别以为我不敢杀了你们 我爹是个有情有义的守墓使 有情有义 韩天孝 你听见没 你有一个多好的女儿啊 她说你有情有义 她竟然说你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 你爹如果有情 就不会被你娘那个贱人勾引 如果有义 就不会善力指手 让她女儿成为她的替罪羊 找到杀我二弟的家伙 随时万段 我没想到这位姑娘挺可怜的 我没想到这位姑娘挺可怜的 有很多女儿 你不止 Hm 满蜂 在想什么呢 乌乌乖乖的 他方才说练到了第八层 还需要服下溺毒丹 才能大功告成 溺毒丹 每五十年才能练出三颗 一颗被楚夫人二十年前服用 一颗埋在洛阳王的墓室中 还有一颗 在我们公募派的祖堂里 你是说 这个瓶子里 那就齐了 楚夫人手上根本就没有你毒丹 难道 只是在偏那个姑娘 给我一口罐一口罐的茶 罐里的东西贵你们 是 海关 大家别怕 里面什么人 守墓之 诺姓千年 入墓之 拜父皇圈 我终于复活了 公募不到 过响功成 都行 大军 是 杀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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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救命 你是谁 你就叫阿峰吧 你呢 我叫韩千乐 快 快击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白玉库禄关的机关 我们是宫墓派的传人 宫树两派原本就是一家 我们知道机关密道 并不奇怪 那你叫什么名字 宫墓人 楼满风 龙万风 龙万风 阿风 你杀了我吧 如果你死了 你就不再有任何价值 那么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也都没必要活着 斩草碧除根 是我的原则 姑娘怕是认错人吗 我并不是什么阿风 怎么回第三层 你们可知道 沐王奇目层层相隔 只进不出 有去无回 韩姑娘 回是回不去了 你不如跟我们一起公墓 跟你们走 我娘就必死无疑了 只要你活着 你娘死不了 此话怎讲 只要你的九层毒化手没有炼成 他们就不敢对你娘动手 我想了十年 也想不通 为什么楚夫人当初不善我们无女 非要逼我炼成毒化手 这事简单来说就是 沐王城需要毒化解 打到席林壁 重开古子墓门 拿到破墓令 去盗取昆仑山宝藏 我真想救我娘 什么破墓令 什么昆仑山宝藏 都与我无关 韩姑娘 现在回是回不去了 不如我们杀到第七草 把你娘救出来 好 我 你 你真的可以肯定 他们不敢杀我娘吗 你放心 只要你活着 你能就活着 你可知道这第四层 是什么人镇守 我现在已无路可走 只能信你们 但这孤子墨第四层 是莫公林氏家的大小姐 林水瑶镇守着 数百年来 这第四层不是一直由 麒麟师家派人镇守的吗 怎么会是莫公林氏呢 我和水瑶都是可怜之人 我们时常通过这三四层的木道 互相诉苦 我听他说过 三年前 我看他说过这次是莫公林氏的木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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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桩婚事我不能同意 少城主请回吧 我来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既然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来 我慕王城的分量不够没有关系 但我还请了一个人来说明 他的分量一定高 什么人 他已经到了你的后堂 烦请凌城主一见 好茶啊 好茶 小女水瑶自用任性丸领 他不喜欢的东西 谁也强求不得 林城主 你看这样行不行 请大小姐随我去趟谷子墓 和独孤墨见上一面 相处几日 如果大小姐确实不喜欢这桩婚事 我们也不会强人所难 好吧 也只好如此 独孤墨呢 让他出来吧 活人你是见不到了 所以我叫人诉了一个倪人 让林大小姐看看他的门呀 你说什么 你竟然敢让我和个破倪人相亲 你错了 相亲为的是你情我愿 而沐王城说的心 你不嫁也得嫁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沐龙夜 你最好现在把我送回墨宫城 否则我爹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我奉劝林大小姐一句 你最好乖乖的听话 老老实实的替独孤墨守墓 否则你将永无出头之日 至于你爹那里 沐王城自然会给他一个交代 这林大小姐恐怕做梦也没想到 配了场阴魂 悲剧中的悲剧呀 确实是悲了点 但对我们来说 反而是件好事 如果帮林水瑶走出这牢笼 她一定会鼎力相助 第四层就不攻自破了 满风说的在里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这悲剧的林大小姐了 走啊快走啊 你这个死骗子缺德鬼 害得本姑娘却能在这墓里更更迷人玩过家家 你看着我干嘛 你也就这本事了 只会瞪着一双狗脸 动不动 我林水瑶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段有身段 你看我这嘴 单纯豫齿 你看看我的眼 柳眉性眼 你再看看我这皮肤 肌肤瘦血 你再看看我这双腿 欲知修长 你再看看我这胸 你看见没 看见没 哼 我这么个大美人 你无福享受 死骗子缺德鬼 我跟你讲 只要我再遇到男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嫁 让你永远该赠眼 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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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林水瑶 是瑶妹妹吗 你是千诺姐 天哪 总算见到你了 你是怎么下来的 这三年来 我们每天只能隔着通道说话 如果没有你 我早就闷死了 是啊 我以为这一辈子 我们都见不到你 我们都见不到你 但我现在 哦 我以为这一辈子 我们都见不到你 我以为这一辈子 我们都见不到你 哎 哦 这 有件事 想求你帮忙 千诺姐 你起来 水瑶妹妹 你知道 我之所以留在谷子墓 就是为了救我那可怜的母亲 逃出这牢笼 千诺姐 先起来再说 啊 难道 你的神功毒化手 已经裂成了 可以击败楚夫人了 我还没有把握 千诺姐 那你赶快回去啊 趁楚夫人还没有发现 没用了 你知道的 牧王其目 层层相隔 只进不出 有去无回 要不这样 我跟楚夫人说 你勿装上了机关 掉到第四层了 水瑶灭脸了 难道你 不愿意帮姐姐吗 你只需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放我去第五层就好 这不是邦的邦的问题 你这是去送死啊 水瑶妹妹 对不住你了 今天 我必须去第五层 否则 否则什么 在墨池殿的流水之上 你还能制住我吗 后面 有 没有 在墨池 Tower 我也要求神 在墨池面 罢子 啊 千鹿姐 我早料到你来牧驰店 没那么简单 原来找了两个顶尖高手啊 只可惜 在这有水的地方 我家的幻墨神宫 无人可敌 水瑶妹妹 他们是公墨派的高人侠士 如果我们合力 一定能逃出这个牢笼 我虽然只是来这里相亲 但外人 还以为我这三年是嫁给了独公墨 如果这样出去 我怕被人说散道似 水瑶妹妹 你以前不是老叔 再看见男人 就嫁了吗 哦 是啊 林姑娘所嫁非人 改个嫁无可厚非 别人也无话可说 说得对 这儿就有两个大男人 我挑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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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要嫁我的姑娘 能排出好几里地 如果你不是小心眼的话 哼 我就是小心眼 小的跟真眼一样 你想娶我 门都没有 那就是你了 你娶我吧 哼 像你这样没凶没造 没脸没皮的女人 我才不要娶你呢 哼 谁没秀没丧没皮 没脸了 你 就是你 男女人憋着男人娶她的 哼 哼 既然这样 那我就送你们上路 李姑娘 哼 有话好商量 你不就想改个嫁吗 我娶我娶 你别伤到我家沐上 你当我林水瑶市集市上的菜了 跳来捡去的 现在我不想改嫁了 我想杀人 你们商量一下 谁先死啊 不用商量 我先 好 你先去死 我随后来陪你 咱们公牧派 到你洛石秋这一带 就此玩完 什么飞鸽遗书 什么攻破古子墓 什么破墓烈 统统滚蛋 说婚姻大事总要听父母之言吧 林姑娘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从名义上讲呢 现在我家沐少已娶你为妻 你也就名正言顺了 囤我们出去 让双方长辈再来定夺此事 可好啊 水瑶妹妹 娄大哥说得对 你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 说服自己 现在最重要的 是逃出这古子墓 我想 你爹知道你被骗得这么狗 这么惨 也不会怪你的 那说好了 就这么办 就是缺一个证明 我和韩姑娘就是证明啊 你们先拜天地 你让他说吧 太强儿所难的事 我也不做 别乱说话 我们的小命 都在你嘴上了 这里没有高堂 也没有洞房 我们只先拜天地 其他的以后再说 你想的挺美啊 还想着洞房 对吧 一二八地地 鑫鑫 來的好原來是邵城主 慕容夜見過秦幫主 你獨丹是否帶來 邵城主儘管放心 三天前我潛進洛陽王墓 已拿到此物 洛陽王墓為機關其木 險境重重 生死只是一線之間 秦也果真是好身手 確實凶險 但多虧邵城主給的木徒 倒也順利 不错 這正是我們沐王城 藥王殿的東西 你獨丹我放在身上了 秦幫主是什麼意思 江湖規矩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好 我帶你們走密道 去桑寶市 隨便你拿 我還有一事不明想請教邵城主 這逆獨丹本來就是沐王城之物 為何沐王城還要到別處去呢 告訴你也無妨 告訴你也無妨 逆獨丹要五十年才能練出三科 一科被楚夫人練功用了 一科被洛陽王帶進墓地 一科在公墓派洛家祖堂 所以我們手上也沒有了 哈哈哈哈 逆獨丹下毒化血 毒化血稱麒麟臂 麒麟臂開麒麟鎖 秦爺知道的太多了 哈哈哈哈 好 不說了 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 我只要古子墓的寶藏 魔咽導嗜血麟母 啊魔咽導嗜血麟母 龍夜你這是何意 寶貝兒 讓你等急了吧 人家叛你來 都叛得癢癢的 哪裡癢癢的 從頭到尾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骂了個八字 慕容夜 老子沒空在這裡看你們養活成功 你現在最好帶我們離開這裡 否則老子就帶人 少城主大名 也是你隨便叫的 這些人 這些人太掃興了 玉玲 這裡就交給你了 玉玲 這裡就交給你了 啊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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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一毒灯下毒化血 毒化血成麒麟臂 缓缓相扣 却依不可 开始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独孤兄好眼力 莫宫城的林大小姐 果真是天资国色 名不虚传 不知少臣都驾到 我派人找独孤兄多日 没想到 你躲在莫宫城 看美人 想必独孤兄已经知道 我找你是为何事 少城主 想要我炼成麒麟臂 重开古子墓门 不知道独孤兄 意下如何 少城主 数数下不能答应 当年我父亲 断臂之后 就严令麒麟家族子孙 不准再联麒麟臂 哼 麒麟家族没有麒麟臂 怎么还能称为麒麟家族 现如今 麒麟家族在慕王城的地位 遗落千丈 你就不想重振家族的威名吗 那能不想 但父亲有命 我不得不从 还望少城主 不要抢人所难 独孤兄 孝义天下 我很是佩服 只可惜了一段好姻缘 我本来想 以慕王城的名义 替独孤兄向墨宫城提亲来着 但现在看来 不用了 如若能娶到水瑶姑娘 少城主 就是让在下肝脑涂地 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辞 独孤兄快请起 这事包在我身上 只是 只是 要炼成麒麟臂 必须是童子之身 而且 要闭关三年 独孤兄担心的 是林家千金等不了这么久 大可不必担忧 独孤兄闭关三年 我让林大小姐 在古子墓里等你三年 等你大功告成之日 也就是你成婚之事 我们来个双喜迎门 一切 听从少城主安排 你毒丹拿到了 拿到了 秦也是不是可以杀了 等韩千乐扶下后 毒化血已成 再杀不吃 只可惜 韩千乐那个小贱人 跟宫墓派的人跑了 他娘在我们手里 不怕他不回来 现在最让我着急的 是毒孤墓的麒麟臂 确实 也不知道成了还是没成 如果成了 就通知楼满风动手 如果没成 就把洛石丘制服 慕王城死定 今夜麒麟锁一定要开 破墓令 必须拿到 是 恭喜毒孤兄 闭关三年 功德圆满 在下跪谢少城主 助我打通麒麟臂 使我麒麟世家 重获新生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等了十年 我们慕王城 终于又有了麒麟臂 是啊 若不是十年前 恶贼慕归此 趁我父亲练功之时 夺了他老人家的麒麟臂 我麒麟世家 在慕王城的地位 怎么我一诺千证 如今毒孤兄 练成麒麟臂神功 必将重振麒麟世家的威名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不知道 楚夫人的毒化血 是否已成 十年前 老身误住木鬼子的 毒刺软甲之毒 虽然我又内功 将此毒封堵在双手之上 但神功毒化上 你练不到第九层了 三年前 我闭关练功时 楚夫人说过 我齐麟臂金箍大通 便会有毒化血之人 助我完成神功 毒孤兄莫及 逆毒丹引到手 毒化血之人 也就在墓中 方才有人禀报 韩千诺和娄满风 正赶往摩塔 太好了 楚夫人 你放心 事成之后 韩千诺母女的生死 任凭你巴洛 绝不失言 若不是沐王城有命 我早就把他们两个贱人 碎石碗断了 以见我心头之恨 水瑶 水瑶怎么没有看到 你骗来的那个守活寡的媳妇 已经跟公墓拍的小子 请 按地图上所示 左路是魔堂 右路是圣堂 同在一层 但必须攻破两堂 才能开启下一层的机关木门 我们兵分两路 我去攻魔堂 你们去攻圣堂 然后在这里集合 不 满风 魔堂的灵魔 是人神功务的杀人魔头 他的武功高强 功力超凡 还是我去吧 慕少 你是觉得 我杀不了灵魔 我心意已决 你不要争了 我也心意已决 灵魔 我杀定 洛大哥 你别怪老大哥 他也是顾忌你的安危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样 我又不是废柴 这样吧 我陪罗大哥去一趟魔堂 水扬妹妹 你陪着洛大哥吧 好 你去吧 看什么看 没见过我这么帅的帅哥 帅有个屁哦 还不是个废柴 你敢说我是废柴 我 你你你 你什么你 你有本事 自己解决啊 我一个人去破了圣堂 看你还有什么脸 当公墓派的圣门主 自己解决自己解 看我等会怎么收拾你 我现在是公墓派的了 进去前是不是该说点什么 哦 对对对 公墓不到破想工程 公墓派林水瑶前来公墓 喂 里面有没有人啊 有喘气的回个话 不回话 我自己进去了 你不要 你不要 让人家 你不要 我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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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职 我隐蔽 我隐蔽 你怎么办 不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人 别人不认鬼不鬼的 本姑娘可不是吓大的 水瑶你别怕 是我 我是独孤墨 你别过来 你别再过来 好 你 你是人还是鬼 水瑶你别怕 我是人不是鬼 你听我说 这三年来 我一直藏在墨石殿后面 闭关苦练麒麟弼 今天刚出关 所以 所以马上过来找你 骗子 你这个骗子 水瑶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我确实没有办法 要练成麒麟弼 就必须是童子之身 你不知道 三年前我看着你走进谷子墓室 我的内心 是多么痛苦 多么自责 但我向你保证 从此以后 我一定会百倍千倍地偿还你 再也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骗子 我今天被杀了你不可 这种干掉前任的事 就让你的现任来做吧 这种干掉前任的事 就让你的现任来做 十九哥哥 围棋担心你打不过他 你看 他练成了麒麟弼 好粗壮 好威猛啊 是 夫人不用担心 夫人不用担心 他有的 我也有 这就让你看看 为夫的麒麟弼 多么粗壮 多么威猛 哦 是 嗯 啊 啊 原来 一 你 飛 不是 他 不 手 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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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凄凌少主还不到决一死战的时候 少成主有命速回魔堂取毒化血药剂 水摇 你等我回来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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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样 说翻脸就翻脸的 我就是想问你一件事 问就问嘛 别动不动拿刀行不行 这刀很锋利了 你是如何这么快解开穴道的 你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圣堂里面 逼我刀得还快 这事后面再跟你说 反正圣堂一铺 我们赶紧去魔堂 去帮满风他们 不行 你现在必须跟我说清楚 输了后面输就后面输 先帮满风他们要紧 你 你 你敢不听我的 给我回来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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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楼大哥 你真的不是阿峰吗 你总问我是不是阿峰 我们很像 十年前 我和母亲为了躲避楚夫人的追杀 藏身在巴蜀齐庄大墓中 血吃少凉 饥寒叫破 那天 母亲饿晕了过去 我悄悄地爬上木道 想去找些吃的 你是谁 你就叫我阿峰吧 你呢 我叫韩千乐 这是我刚从守木人那里拿的 好了 这里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别怪我心很熟了 要怪就怪你那个无心无意卑鄙无耻的爹 要杀便杀 但你不准侮辱我爹 放开我 你放开我 齐骨功 坏人 这奸人竟然有齐骨 呀 哈 嗯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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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凤哥 你没事吧 骗我 走 小姑娘 你只要听我的话 按我所说的去做 我保证不杀你娘和这个小子 否则的话 我现在就杀了你娘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千罗妹妹 千罗妹妹 你不要相信她 阿凤哥 千罗命苦 不能让我娘就这样死去 也不想你被我牵连逃亡 阿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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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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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 好好的一个姑娘 搞得跟厉鬼一样 神功毒化手 是手上的功夫 你的阿风哥 如果见到你这种魔手 肯定不肯要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生是死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 生死自有天 也许他活着呢 我前些年偶然得到一套神兵利器 太古只能 我也用不了 就送给你吧 她是我的阿风哥 她肯定有什么苦衷 无法跟我说 好了 你试一试 你试一试 传说 灵魔的武功是以灵声射昏 我早早准备了一副绿鹰耳塞 灵魔为人狡诈 另外还有一副绿鹰耳塞 以防万一 你都带上吧 我什么以灵 这样 你的神功毒化手 伸手比我快 你先躲在门口 我先进去引灵魔 等到灵魔松懈时 你再出招 争取一击得手 我先进去 你甚至数只能强出 你如今 出招 这格 你我就走 你迟人 你正好 你看 我看你是 你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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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那是 公墓不到 破想攻城 公墓人楼满风 拜公魔堂 公墓人楼满风 原本以为 今夜该清静清静的 没想到 送死的人这么多 那是因为 该死的人还没有死 说得好 那么 什么人该死呢 肯定不是在下 我觉得 你走不出十步 必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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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伶子 什么人该死呢 救命 救命 你没有中我的毒烟 你姐姐秦魔杀人不是用琴声 而是古琴上的七十二颗琴笛 我之前也只是猜测 现在看来 阴魔岛的武功 怕都是隐时必时吧 哼 还有灰尘刀 灰火剑下无命在鬼手刀里难生还 原来失传了三百多年的鬼手刀 竟然落在了你的手上 既然如此 我们注定有此一战 我恨你一战 你的生死只在我一念之间 和你一战有什么意思 别忘了我的原子 斩草除根 寒千鹿我带走了 你等我最后的消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费 打费 撮了 啊 啊 他 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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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风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为什么 我 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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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风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林某呢 魔堂破了没有 还有我要跟你说一件大事 魔堂是破了 但千罗姑娘 却摟到沐王城少城主的手上了 少城主 你说的是慕容夜 他竟然亲自到了谷子墓 对了 我刚刚还碰上了独孤墨 独孤墨 千罗小主 他不是死了吗 独孤墨这个骗子 竟然假死 千罗姐姐呢 囤孤墨这个骗子 藏在墓池殿的后面 炼麒麟臂 气死我了 变麒麟臂 需要童子身 且闭关三年 他怕你等不及了吧 如果是你喜欢的人 你会在乎他有没有麒麟臂 会在乎等多长时间吗 会吗 我 你什么你 我又不是女人 再说 你这样忙横交纵 谁为你喜欢谁倒霉 你 你 你竟敢对我这样无礼 让我爹知道 他饶不了你 好了 你们两个冤家别闹了 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现在想来 慕王城当初用水瑶的婚事 跟毒孤墨进行了交易 让他炼成麒麟臂 同时又囚禁了千罗姑娘的母亲 从而逼千罗炼成毒化戏 毒孤墨很快就能神功告成 打开谷子宫门了 你这样说 千罗姐姐 岂不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 千罗是关键 我算这时辰 血月就要出现 牧少 你们先去显月之准备 我去找千罗 马峰 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牧少 你身负重任 不能有闪失 况且人多不便 但你一个人去 实在太凶险了 别浪费时间了 血月之前 我一定带千罗姑来会合 你去救千罗姐吧 我会照顾好大木头的 我会照顾好大木头的 世秋 無論後面發生什麼 你都要清楚 信我 這還用說 我不信你信誰啊 大木頭 我怎麼總覺得樓滿風有點怪怪的 好像不對勁 我看你才怪怪的 魂心剩下不對勁 你 你 你不但長著雲木腦袋 還自帶一雙瞎眼 我跟滿風不分彼此 信他就是信我 懶得跟你費勁 你不是擔心老滿風嗎 那我跟他一起去救千洛姐 我跟他一起去救千洛姐 你為我 不得不得了 我和他們 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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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下逆毒丹 运功冲破第九层 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什么是结束 我们娘俩死了 就算结束了 你要怪就怪你那个没良心的爹 我谁也不怪 我只想我娘平安 你只要放了她 我什么都答应你 放了你娘 放了你娘 最该死的就是你娘 我恨不得把她碎石万顿 如果没有你娘那个贱人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那可怜的女儿 也不会平白无辜 忍病死去 都是你娘 都是你娘 都是你娘那个贱人 你还要一个女儿 你还要一个女儿 如果她没有死 她应该跟你一般的 都是你娘那个贱人 我怎么可能放过她 我要你们偿命 我要你们都去死 储夫人 我允许你杀她了吗 储下一时怒气攻心 请少城主恕罪 把逆毒丹拿来 我跟千老姑娘谈谈 另外 鬼使神差到了顾子木 穆王城通灵塔的二位圣士 已经到了 但他们一定要按组织 看穆福才会触手相助 穆福 我早已飞鸽传书父王 相信不久就会到 你先去稳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生疑 遵命 没人 我本来怎么回事 这给你 对 没人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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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 我话 世上居然有如此美貌的女子 你也是來逼我服下逆毒丹的 對 但我不想逼你 我剛剛說了 你們只要放了我娘 我不但會放了你娘 而且也會放了你 我不信 我不信 你現在信了 你只要按我說的去做 不 我擔保你們母女倆平安出目 你服下逆毒丹 神功毒化手就能練到第九層 楚夫人和我都不是你的對手 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這藥有假 這不是你毒丹 這藥有假 這不是你毒丹 你說什麼 屬下曾服用過你毒丹 你毒丹是紅色 此藥是綠色 一定有假 這是靈魔交給老神們的命毒丹 怎會有假 秦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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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靈魔帶秦四海來見我 是 少長主 未防有變 是不是先將韓秦洛鎖起來 反正我也跑不掉 越鎖就鎖吧 唉唷 什麼事把少長主您砌成這樣了 秦也果然是老江湖 把逆毒丹交出來吧 逆毒丹不是已經送過來了嗎 那誰可假藥 幸好老夫早有準備 否則就再劫難逃了 交出逆毒丹 我饒你不死 痛快 錢我看樣子是拿不到了 但命我還是要留一條的 這樣 必死我出古子墓 我再把藥給你 我們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逆毒丹 先給老夫鬆綁 我把逆毒丹拿出來給你們看 秦也 你這樣拿住逆毒丹 就不怕我反悔嗎 要在我手上 只要我一用內力 他就全毀了 我怕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再借把短刀给我 你要刀干嘛 你们这么多高手哉还怕我多把刀吗 给他 是 是 这逆毒丹就在这里面 要不要我打开给你们看看 最好如此 那少城主可要看仔细了 给我杀了秦四海 秦也我太佩服你了 你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啊 灵某妹子 这却是索大人的神机妙算 为什么 为什么 慕容夜 我可没有骗你 这可是过真价实的逆毒丹 可惜百毒 虽然你现在身中剧毒很可怜 不过可惜呀 这逆毒丹你没资格吃 你还是准备准备去找阎王报到吧 少城主 让你死个明白 我和秦也都是朝廷神补门所朝阳大人的人 神补门为什么要杀我 这就要怪穆王同太墓中无人了 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 作为皇帝管地上 穆王管地下 但太子并不这么想 如果死在这里 我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我们竟然敢动手杀你 肯定是有备而来 何况杀你 只是计划的一小步 不怕告诉你 等会儿你死了 我就不把你这张脸剥下来 做成面皮带在我脸上 我就是穆王城的少城主了 神后我们再找机会杀掉你的父王 穆王城就是朝廷的了 你们 不是打的一手好算盘 我倒是 because of the 好险 差点坏了我们的大事 完了 木龙也吞了你独蛋 零巫 你快走 不 金烟 我们一起跟他拼了 你快走 通知祖大人要紧 快走 快走 零巫 你快走 你快走啊 快走啊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牧师 你不在少城主那里 怎么跑这里来了 总牧师 我是真能来找您的 因为有一件事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应该先 禀告你一声 什么事 少城主让我放了韩千乐的母亲 我寻思着 他母亲和总牧师您有着深仇大恨 请你 少城主等允诺 事成之安 他们母女任我处置 方才他也说过要放了那个剑人 我以为 他只是换兵之计 没想到 说得是啊 我也为您民不平 不过 少城主只是让我放人 可没说放活人 还是 放弃 总牧师 您帮我拿个主意 哼 这就去杀了那个贱人 掌握 作词 最后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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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什么人 胆敢闯进我古子墓 骑尚 白橙子 楚夫人 别来无恙啊 你是人还是鬼 楚夫人玩笑了 你看我像鬼吗 你也不可能是骑尚 骑尚十年前失踪的时候 已经年过七旬 哦 楚夫人的意思是老夫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即使不死 一个八旬老翁也不会有你这种身手 楚夫人 人不可貌相 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 你如今也不过四师有三 还不是满头银发 形如老夫吗 你 楚夫人 楚夫人为情所累 一夜白头 真是让人悲叹哪 楚夫人 楚夫人 这千骆之母萧雨婷 当年虽然罪不可恕 但你也关了她十年 受尽折磨 算是孽债良青了 你又何必追咬了她的性命呢 良青 我不过四十年华 却已形容老夫 丈夫盼情你的 孩子出生惨死 都是败他多次 这仇如何能良青 不要她成命 不要她不得好死 既然你多管闲事跑来救她 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 好 冤冤相报何时了 楚夫人不要执迷不悟 笑语听我带走了 以后会给你一个交代 唇人 是不是 让我做的 比特币 是 ó 是 你不想找我 少城主 千鲁姑娘她 她没事 只是中了灵魔那个叛徒的迷烟 一会儿就好 还好刚才有惊无险 没想到 神捕门竟然如此阴险毒辣 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我刚刚路过险热池 池水已经开始肺涨 血月之石很快就到了 你要尽快拿到密毒丹 少城主没有拿到密毒丹吗 方才那秦四海用毒暗算了 幸得千鲁姑娘相助 将密毒丹以我服用 才赌过一截 也就是说 现在密毒丹 只剩下落石丘手里那颗了 不错 必须动手了 少城主 落石丘的麒麟臂已练得炉火纯青 而林水瑶的幻莫神功 在险月池亦无人可逼 硬拼起来 怕是有些难缠 若不能先发制人 恐会错过血月的时机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 现在他们对我还很心愿 我先带千鲁姑娘过去 到时落石丘 肯定会拿出你毒丹 只要千鲁姑娘毒化血得逞 滴血血月 我再趁其不备拿下落石丘 之后 少城主的大事可定 妙计 可是我担心的是你的忠诚 少城主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忠于你呢 知道就好了 有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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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好了 以後再也不要相信樓满蜂了 你怎麼又來了 你個大木頭 樓满蜂跟紹成主是一伙的 我剛剛親眼所見 不聽我的 回到你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不可能 滿蜂怎麼可能是孟王城的人 打死我也不信 你 你 好 我說什麼你都不信 那我們就待在這裡等死算了 她 她 妳 好 啊 她 她 要 可以到 她 你放我下来 我们的对话 你都听见了 你没想到 我会是这种人吗 我是不是很可怕 能不能告诉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让你温死 原谅我 有些事我不能跟你说 我想你有什么善事 你不想说 就不要说 我相信你 因为 你是我的阿妩 你不会害我 我知道 别能让你 阿妩哥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你说的 我绝不相信 我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年 欠了你多少债 让我这辈子又遇见你 你 你可真是我的冤家 你什么也不欠我 你看我 为什么 你是我的 你是不是 我 是 对 我 ui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想射击我 没那么容易 既然你都听见了 我也就不用那么费事了 前路前路 原来你也跟他们是一伙的 对不起 水瑶妹妹 你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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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 你告诉我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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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 啊 啊 啊 真相总是这样让人无奈 沐上 火气别那么大 气大伤身 哈哈哈哈 圆月玉石十年一出 毒化赤血麒麟必成 楚夫人可以开始吗 真气聚于气海 走神区过水分 会成中庭之义 分玉堂之气 转成华盖子宫 便双手攸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满风 你这是干什么 别忘了你娘和绝心骨的人都在我的手上 我要是有什么意外 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四五中少男两拳 石鸠 动手 神圈 剑机现实 毛头小子果然信不得 独孤墨 先进咸月池 不用管我 你们谁也别动 否则我杀了他 你们最好也别动 我杀了韩千宗 楚夫人 血月的时机一过 又要再等十年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让骆直秋和独孤墨 都先把麒麟碧炼成 之后我们再决一死战 如何 你直接杀了我吗 我宁可去死 好 一言为定 不要耍花样 我宁可去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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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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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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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